但是它适合某些人 对吧 所以说哪些人适合 这个很重要 如果说你可以买楼花 也可以买二手房 这两个是完全对你是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怎么去比较呢 那么说到轻松的话呢 很多人他投资 他是需要真的就是pass the message 完全不想打理那种 那么你交房的时候 你就不用交这个外国税 但是你可以锁定今天的价格 对吧 大家好我是夏依然 我是陈小时律师 那依然我们今天呢 就是我想跟你讨论一下 我经常在讲座里面呢 需要跟大家讨论二手房 还有新房 那现在这个市场呢 很多人都说现在不适合去买二手房 现在是适合买新房 所以我也想替大家给你问一下 就是说到底你觉得买新房 对比买二手房是有什么不同 对这个问题我们很常见 首先我们先讨论一下 像你说的什么人适合买楼花 对吧 因为楼花它确实它作为一个投资的方法 它有很多的特殊性 但是它适合某些人 对吧 所以说哪些人适合 这个很重要 如果说你可以买楼花 也可以买二手房 这两个是完全对你是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怎么去比较呢 我们要通过三个方向去比较 一个是投资回报 一个是投资的流动性 再就是投资的风险 对吧 那么这三个不光是投资房产 你投资任何的资产 对吧 就是买股票也好 去投资生意也好 你都要去考虑这三项 尤其是中间这一项 投资的钱的流动性 很多时候很容易被忽略掉 因为大部分都会想 我给回报多少 风险多高 但是你的钱多么容易能变现 或者说随时能不能拿回来 对吧 你有多少的control 这个流动性其实很重要的 你看很多公司破产 它不是因为没钱了 没资产了 它是因为资金链断了 流动性断了 对吧 所以这个对投资人中间这个也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你在考虑 什么人会比较适合买楼花呢 我觉得有大概七八种人 是特别适合买楼花的 首先就是说你未来要自住 但是你暂时没有贷款能力的 比如说学生 对吧 比如你现在上大二 你知道大概率我学了金融 我可能会在Downtown某个银行去上班 我当年买楼花 也是那么想的 后来那个楼花一天都没住过 很多家长也希望能为孩子的将来 做个布局 对吧 边投资 万一孩子毕业了 正好在这工作 对吧 那就有地方住 也不用再租房子 而今天的价格 大部分还是可能还是比四五年之后 会便宜的 所以说买楼花就很适合这种 未来确实有自住需求 但是暂时无法贷款 第二种就是类似第一种 它可能是因为海外身份 它正在办身份的过程 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外国买家税 对吧 今年又调整到20%了 压力深了 对 之前是15%的 你只要有了P2移民的身份 你就不需要买房的时候 交这个外国税了 而它这个界定点 是在你交房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身份 Final Closing 对 所以如果你在买楼花的时候 你知道你已经快办好了 但是可能不知道是今年办好 还是明年办好 对吧 你买了楼花之后 可能两三年之后 它交房的时候 你肯定那个时候已经办好移民了 那么你交房的时候 有身份 你就不用交这个外国税 但是你可以锁定今天的价格 对吧 这个也是我觉得 楼花对于这类人群 这也是政府的税务带来的一些 投资的原因吧 机会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或者你现在人可能还不在加拿大呢 你已经要移民过来了 你可以提前买个楼花等着 等着什么时候落地 对吧 那很可能这个时间就正好 match 伸个脚过去 伸个脚过去 对 而且买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复杂 也不需要 对吧 贷款啊 这个那么多宴房啊 抢offer啊 这些都不需要 所以说买的也会轻松一点吧 嗯 对 那么说到轻松的话呢 很多人他投资他是需要 真的就是passive investment 嗯 完全不想打理那种 像我有客户他在美国工作 对吧 他就想在多伦多留下那么一点物业 但是他又不想就是打理房客 啊 觉得太麻烦 那么他作为一个这种passive investor 只是给自己的portfolio 像我那个客户他70%的投资是在股票 那么他的资产可能只是分散出来一部分 嗯 到房地产作为一个portfolio平衡的作用 Diversification Diversification 对吧 分散风险 Right 所以他就是买个楼花搁那儿留着 他的性质就跟他投资股票是一样的 什么都不用管 他只要算好这个number就ok了 嗯 对吧 所以这种人他完全是 处于一种 啊 投资的策略的考虑 他不需要管理 那么通过分散风险 如果说一个人他只投房地产 嗯 70%都投房地产 全买楼花 这个我是不太建议的哈 这个就过于的 啊 高风险啊 嗯 所以说 但是你如果分散风险的话 楼花是个好的功能 或者是你看了我们的视频 你确定了你绝对不能做房东 哈哈 考虑一下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哈 就是关于讲解的一些 房客的管理问题 嗯 还有一种人就是 房子的投资组合已经建立了 嗯 比较成熟了 对吧 那么他只是想慢慢加仓而已 就跟刚才上一种人有点像 但是他可能就想加速加仓 Right 比如说我自己 有时候我在买到二手房 买了一定程度之后 希望在同一年 比如说这一年生意特别好 这个钱就会进账比较快 又没地方去投资的话 二手房如果你买太快了 贷款不容易的 嗯 这不是我有的问题 哈哈哈哈 如果说你今年贷款额度已经正好用完了 嗯 那么你又想今年看好这个市场 想加仓怎么办呢 Right 你就可以买个楼花 不需要 暂时不需要贷款嘛 有的时候一年已经买了两个二手房了 再买一个银行就不理你的那种情况下 说你一定要等到再过一年的报税记录才能买 对吧 那你再买个楼花作为加仓 加速加仓 这个是在相对比较年轻的投资人 你正好是在就是说建仓的过程中 嗯 那么楼花有可能帮你加速加仓 Right 那么如果说你的投资组合已经建立 而且比较成熟 嗯 那么你想以旧换新的时候 楼花也是一个好的功能 比如说有一个condo很旧了 嗯 25年30年了 对吧 咱们之前看这个视频哈 关于大陆管理报告 呃楼旧了之后 它有时候很多风险就会高了嘛 对 那么你希望以旧换新 而很多时候贷款的这个数量是有限的 对 比如大部分投资人 其实你在自住房以外 买10套投资房也差不多了 嗯 你再想贷更多的款 其实银行就会非常的刁难了 对吧 一般人也没必要去买那么多的数量 银行也不带给你 你有一个旧房子 你怎么去买新房子呢 你又怕卖了旧房子之后 新房买不到 到时候踏空 对 所以说你就可以在旧房子还没有卖的时候 你先去买比如说第11套 啊新房 对 等这个新房马上就要交房之前 你把旧房子卖掉 嗯 然后贷款额度不就空出来了吗 对 那么你多了一个贷款名额 你就可以把这个补到的新房交房上去 OK 而因为新房交房的这个时间是很长的 对吧 他会提前通知你什么时候交房 所以说你就不用担心说这两个衔接的问题 嗯 对吧 建筑商通知你了 半年一年以后要交房了 嗯 你再去卖你的旧房子 对吧 那个时候 而且这几年两个能同时增值 这也是挺好的事嘛 所以这种情况也是适合投资楼花的哈 那么还有一些人他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交接的需求 嗯 我不知道陈律师你有没有感受过这个换房子的这个新类哈 有 当你在要卖一个房子又要买一个房子 然后衔接这两个房子的交接时间 对吧 万一旧房子的买家不交接这个连环的压力其实蛮大的 对 尤其是有很多家庭人数比较多的人 他比如说家里正好有老人 腿脚不便 看房配合很难 嗯 或者说就是身体不太好 对吧 他很难去快速的把这个房子收拾出来去去上市去卖 或者配合看房 对 那么如果说又买个新房又卖旧房 这个压力就时间很短嘛 嗯 而且一般就是两三个月之内就要完成的事 对 所以说压力很大 但他如果买一个新房 那么你新房他可能提前一年半年通知你 那么他有一个occupancy period 对吧 新房他一般会提前可能三到六个月就告诉你可以入住了 再过一段时间再交房 对 所以你可以先搬过去 嗯 到新房里面 再去把你的旧房子清理干净去上市 你就不没有这种两个房子同时交接 同时买的这种交集的这种感觉了 你先搬出去 然后的话呢 旧房子已经卖了 sold firm 然后甚至都已经交接完了 拿这个钱再去交房你的新房 对吧 这个就很轻松了嘛 嗯 所以很多人不太理解开发商给你的这个occupancy period是做啥的 很多人总觉得开发商就是转价他的成本给你而已 我就这样认为我也经常这样子说 但你这个strategy还是挺不错 下次我安慰客户为什么他要交入住费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故事讲了一下 对入住费一般他就是跟可能月租的金额有时候差不太多嘛 对 就建筑商的一些持有成本 但是作为自助的买家 对投资人可能感受不到这个差别 对吧 但是自助的买家这个功能性还是有的 对 而建筑商他假设所有人都是自助的 嗯 对 嗯 他先把HST给你 偷走 对 然后以后你自己去要 嗯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我觉得投资罗花的一个比较好的原因 就是你投资其他的城市的时候 嗯 因为有时候你很难去了解当地的这个现房的一些细节 对吧 尤其你人不在那个城市 嗯 那么你又没有说特别信任的朋友或者地产经纪在当地 嗯 那么很有可能 你买个楼花 你就不用担心这些房屋本身的问题嘛 你找个好的建筑商靠谱的 对吧 那么他的新房大概率是没有问题 有问题他有Terry昂的保险嘛 所以说你投资一个你你不在的城市 那么罗花他很可能是带给你一个去慢慢了解这个城市的一个缓冲的过程 嗯 嗯 也不只有一下子就去买个二手房万一买错了 对吧 你这个其实也很难办 而且房客也不太好管理嘛 对 这么远程 对吧 所以这也是买罗花的一个一个适合的人群吧 最当然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税务安排啊 还有一些这个资金的转移啊或者安排啊 这些细节的情况 每个人的不同 对吧 但是大家要理解的就是罗花 他总体的优势 可以说买的容易 嗯 不是贵的容易哈 是吗 哈哈哈 是买的容易 对吧 你不需要去贷款 嗯 不需要验房 不需要抢offer 对 当然我见过一个楼花抢offer的案例哈 有没有跟大家分享 是 有一个townhouse是要抢offer的 但是大部分楼花对吧 你买的很轻松 对啊 你甚至人不在 你都看房就签个字就买了嘛 嗯 啊 但是他的这个 买的是一个期权相当于 就是你未来有这个可以去 要求建筑商把它建的一个房子给你的这个文件 对吧 他买的更多的是一个权利 所以说他的这个特殊的功能性 其实带给了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些人群 适合买楼花的一些重要原因 那么如果你是正好在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建议你可能去考虑楼花 也许是对你更好的选择 在未来这几个月开始去投资的话 现房还是楼花比较好呢 同样的一个二手房 跟一个楼花 它在同样的时间之内 它的增值会不会有很大差别 比如说当年像我在买的第一个楼花 2011年12年那个时候 很多时候楼花它都求着你买 给各种各样的降价啊 什么优惠啊 送这个送那个 同样的这五年 租金的差别 如果你每个月都收租金的话 差别还蛮大的 那就算5%的回报 每年你乘以5年 对吧 这个差别也蛮大的 而楼花是完全没有租金收入的 好嘛 那么咱们这期就讲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么大家有问题 欢迎跟我们联系 那么也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点赞订阅加评论 对吧 我们也会在评论区一一回来的问题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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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